时常感到记忆力不足 看过后就立刻忘记了吗 常常忘记重要事情 像是密码或名字吗 希望提升记忆力 让学习工作和生活更有效率吗 现在就让我来说明 三个古老的记忆技巧 能够最大化地提升你的记忆力 让学习变得轻松愉快 这三项技巧分别是图像记忆法 还有基于图像记忆法 所延伸出来的两个记忆技巧 罗马方法 记忆宫殿法 首先先来说明图像记忆法 这是一种将想要记忆的内容 转换成图像的方法 因为大脑对图像的记忆力 远胜于文字或数字 因此转换成图像来学习 会产生更高的效能和效率 不仅能够在短时间内 记住大量资讯 还能使这些记忆 长时间保存在我们的脑海中 不容易遗忘 要运用图像记忆法 只需遵循以下四个简单步骤 第一步 把你想要记忆的重点抓出来 可以是大意 事实 步骤 重点 名字 或是任何你想要记忆的内容 第二步 为每个想要记住的重点 创造高度相关的生动图像 越生动越好 这时要运用你的想象力 联想力来激发大脑产生图像 第三步 将这些图像按照我们需要的顺序连结起来 要形成一个有趣的场景 并在脑海中具体地想象出画面 第四步 定期回想这些画面 同时用你自己的语言 迅速你所记忆的重点与内容 你可以轻松运用图像记忆法学习任何事物 无论是重要事件 公式 考题重点 所有你想要记忆下来的知识 都可以透过图像记忆法来帮助你轻松记忆 不仅能够提升你的记忆力 还会增加学习的乐趣 节省学习时间 现在就来说明从图像记忆法所延伸出来的两个记忆技巧 第一个先来谈罗马防法 又称环境名单 这是记忆宫殿法的前身 罗马防法 与记忆宫殿法 是一种利用图像和空间感的方法 你的大脑就是一间间的房间 藉由在脑海中穿梭各个房间 就能够储存资讯和回忆资讯 罗马防法又叫做环境名单 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 选择熟悉的场地或建筑物 像是自己的家、学校、办公室 第二步 将药机的资讯转换成图像 依据放在上述空间的不同位置 例如客厅、厨房、卧室 脑中的画面越详细越好 越夸张越好 第三步 需要回忆资讯时 只要在脑海中依照之前的顺序 走过上述的场地一遍 轻松找到放置的图像 就能够回忆其所需要的资讯 当你熟练罗马防法后 就可以靠你的想象力 在脑海中建造出一座宫殿 这就是记忆宫殿了 最后我来谈谈记忆宫殿法 同样的记忆宫殿法 也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 在脑海中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独有的宫殿 把你想要的设施 一一想象出来 例如前花园、喷水池、大厅、图书馆、钟楼等等 第二步 跟罗马防法的第二步一样 将药机的资讯转换成图像 依据放在上述设施中的不同位置 脑中的画面越详细越好 越夸张越好 第三步 需要回忆资讯时 只要在脑海中依照之前的顺序 走过上述的设施一遍 就能轻松找到放置的图像 然后回忆其所需要的资讯 图像记忆法 包含罗马防法 记忆宫殿法 这些都是古老而实用的技巧 历年来得到许多记忆大师 和学习专家的推崇 透过这些方式来训练记忆力 大脑也将逐渐变得更灵活 更有创意 别忘了 超强记忆术不是难学的技巧 而是一场有趣的脑力游戏 只要你敢尝试 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 超强记忆法 大大提升你的记忆力 想了解更多 关于提升记忆力的资讯 请参考下方说明栏或留言处的连结 开细节 感谢观看